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保护我们平安回到教会 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一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有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师父的 世事无尽 Amen 感谢主 我们来唱诗歌 来敬拜祂的耶稣 主耶稣啊 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你 像你认识我们一样 主耶稣请你快来 帮助孩子们 更多的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尽在你的荣誉 世上一切变黯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无分 世上一切变黯淡 世上一切变黯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 是我力量 是我力量 让我更多 是我永远的无分 是我永远的无分 世上一切变黯淡 我哪都不想去 我哪都不想去 我永远的无分 世上一切变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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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 能不能 就让我再变黯淡 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 你能不能 是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一眼带你眼中 世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一身爱你 一身敬拜你 一身爱你 一身荣耀你 一身奉献 一身不回头 一身爱你 跟随你 一身爱你 是我的心 一身爱你 一身爱你 是我的心 一身爱你 一身敬拜你 一身爱你 一身爱你 跟随你 一身爱你 一身爱你 跟随你 一身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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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爱,这么高,我不能高过它,这么深,我不能胜过它,这么快,我不能高过它,奇妙的爱,我们再快一点! 耶稣的爱,真是奇妙,耶稣的爱,真是奇妙,耶稣的爱,真是奇妙,奇妙的爱,这么高,我不能高过它,这么熟,我不能胜过它,这么快,我不能胜过它,奇妙的爱! 耶稣的爱,真是奇妙,耶稣的爱,真是奇妙,奇妙的爱,这么高,我不能高过它,这么深,我不能胜过它,这么快,我不能胜过它, 奇妙的爱 孩子们,我们来唱《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爱着主爱的力量, 想着我,想着我照亮,想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白色,愿主爱,来交换我,在爱中的自由, 很多时发。 我愿意 相赔,我愿意 相赔,我愿意 相赔,在你爱的 怀抱中。 我愿意 相赔,我愿意 相赔。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十字架上的光芒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地摆上 愿主爱来交换我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赴 我愿意相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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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游 去到敌人的营地 A.米店 B.餐孙 C.鸡店 D.大卫 你们猜到了吗? 答案要揭晓啰 答案就是C.鸡店 早安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 两个小钱 有一天 耶稣去到圣殿 他想看看众人是怎么奉献的 于是他坐在奉献箱的对面 看着来来往往进出圣殿的人 这时 有一个财主走了过来 往奉献箱里投了一大笔钱 周围的人看见了就说 哇 这个人真是有钱啊 又慷慨 又大方 财主听见了很高兴 抬着头 翘着下巴 悠然的离开了圣殿 又有一个有钱人走了过来 也往奉献箱里投了很多钱 周围的人又议论道 你们看 这个人真是又属灵又尽迁啊 有钱人听了心里暗自得意 这时候 有一个贫穷的寡妇走了过来 他穿着破旧的衣服 双手紧紧地握着两个小钱 他走到奉献箱那里 把两个小钱放进了奉献箱 如果按照今天的货币换算 两个小钱到底是多少钱呢 小钱是当时最小的货币单位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新加坡能见到的最小的钱 应该是五分钱 周围根本没有人来关注他 但这个穷寡妇却得到了耶稣的赞许 耶稣叫来了他的门徒们 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投进奉献箱里的钱 比所有人投入的都多 因为其他人都是把自己多余的钱拿出来奉献 而这个寡妇 她却是把自己所有的都放进去了 孩子们 你们是否会担心 那她是不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呢 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穷寡妇奉献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慈爱的上帝一定会看顾她的生活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句 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历代至上29章14节 这句经文的意思呢 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 我们的聪明智慧 能力 也都是神给遇的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给祖什么 只是把他给予我们的再献回给他 奉献是一种回馈 更是向上帝表明我们对他的心意 是信靠 是爱 是感恩 更是敬畏 例如啊 小朋友们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 在母亲节的时候 买一份小礼物送给妈妈 实际上呢 这笔钱是从妈妈来的 但这份回馈却表明了孩子对妈妈的爱 使妈妈欢喜快乐 今天圣经故事中的穷寡妇 虽然他奉献的两个小钱 微不足的 但他对神的爱心和信心却是极大的 他自己不吃不喝 也要把仅有的献给神 更重要的是他相信 神必供应他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不能每个星期去到教堂做奉献 那我们要怎样来奉献呢 汪琴老师就做了一个信封 每个星期把要奉献的钱放进去 等到我们可以回到教堂崇拜的时候 就可以一次性奉献了 汪琴老师把爱心信封的做法分享给小朋友们 等一下你们也可以尝试动手做一个哦 记得神不看重你奉献了多少金钱 他看重你们的心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祝福 小朋友们 闭上眼睛 和上手 跟汪琴老师一起说 亲爱的祖耶稣 我们爱你 不仅是用语言 更要用行动来表明 帮助我们 合理使用零用钱 甘心乐意的 做奉献 求神赐福给爸爸妈妈 保守他们的工作 供应我们的家庭 一切所需要的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好了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亲子讨论的课后活动 孩子们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和爸爸妈妈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穷寡妇奉献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耶稣会跟她说话吗 她的穷苦生活会改变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见 了解 那个穷寶献之后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似近 几次 要 吃 我们下周见 还